倾听心里的声音 遇见未知的自己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叫什么安平 平安 翻过来叫安平 姓安 名平 大家记住这个名字 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联系 今天我们讲 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也讲介绍了 今天我们讲 圣经里的故事是真实的 那我们信神 信神唯一的意据是什么 是圣经 那圣经里边的故事到底是真实的 那我们得知道 我们信仰是什么叫信仰 作为信仰就是信靠和仰望 简单的说就是信靠神的约定 仰望这个约定能够成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所以这算我们得来信仰 不然我们信仰干嘛 是吧 我再说一遍 说谓信仰就是信靠和仰望 简单的来说就是信靠神的约定 也就是神说的 一定能够成就 我们是这么去相信 是吧 那仰望这件事情 成就的时候要成就到我的身上 这是我们整个叫信仰的真正的含义 那么这位赐给我们福费的这个神是真实存在的吗 是不是我们要提这个问题啊 他老说给我们给我们这个神存在不存在 我们看不见 那这个约定靠谱吗 那神答应给我们东西这个靠谱不靠谱 为此我们呢不能够盲目的信 一定要了解 值得信仰我们再信不迟 说我们过去很多人的信是什么 你听说老婆信仰我们也就信了 丈夫信仰我们也信了 父母信仰叫我们信我们一定要信 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明白的信仰 那记录这位神的书呢 有一本书叫圣经 这是唯一的线索 不是唯一的圣经 还有其他的书 就这一本书 其他说我们说的参考书 大家不要去参考 我们一定要本来圣经 那圣经是唯一的线索 那么这本圣经值得信 这里边又讲了许多许多的故事 而且许多的故事 许多的地方呢 这个故事 用科学无法解释 那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疑问 这个故事呢 用科学也解释不了 那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这个内容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讲的内容 就是主要就是这个内容 要解决我们在信仰上 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 那我们简单介绍 在今天讲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个 那我们在圣经里边 特别的专业经纪里边有过红海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实是真实的 特别真实性我们来考证一下 第二个 那有赤木骨 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在 矿野里边吃了四十年这么苦 然后矿野我们知道 那矿野就像我们的隔壁胎 六指纵地 那这个马它吃什么 那这个马拿这件事实是真实的吗 是真实的吗 第三个 推论和结论 推论和结论 我们就这三部分 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点 那摩西五经中 什么叫摩西五经啊 创出利益民生 创世纪 拽记记 内威记 民族记 神明记 简称是创出利益民生 这叫摩西五经 那摩西五经中 特别是在拽记记 里边记录了什么 摩西带领以色列民 出埃及的时候 就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世界 叫摩西 神教摩西 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 因为以色列民在埃及 非常受苦 苦苦地在祷告求神 拯救他们 这个时候神呢 就通过摩西 把他们带出来 带出来以后呢 那这些 记录这个事件的 这个内容是什么 就是这一本书 《矿石记》 《摔记记》 《内威记》 《民俗记》 《生命记》 《特别是摔记记》 《民俗记》 《生命记》 和《内威记》 这里边记录了 全体的事件 那五经是怎么形成的呢 那我们就知道 首先我们讲的 五经它是怎么形成的 是因为摩西 神让摩西带领 以色列民出埃及 出埃及后呢 进入旷野 他目的地是迦南地 目的地是迦南地 那摩西带领这120万以色列民 出埃及的时候 这里边第二点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那你想说在座的各位 我们要不要带领一百二十万来 是我们带领一个全家人都有的时候 生活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各种这样的问题 男子娶媳妇的问题 姑娘吃假的问题 是不是多的问题啊 但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呢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三大问题 第一个是吃饭的问题 怎么吃饭 又不是出埃及以后呢 就出埃及以后直接就到六个地方那里 你去冰港它就严了 首先是吃饭的问题 怎么吃饭 吃什么呢 怎么做 第二个是饮水的问题 喝水人一天 不吃饭的时候 他能往前过一下 那是不喝水行吗 三个 因为吃饭的问题 喝水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各种问题 最后造成什么思想的问题 最终是这样的问题 讲破 想不通 那这个时候就解决这些问题 是摩西里面遇到的三大问题 那摩西记录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内容 他为什么就要想跟记录写这个书呢 那个时候你想在跨越有那么多的问题 摆在那个地方 摩西怎么样写这个书 还能有时间写这个书啊 叫出埃及记 我们看出埃及记是不是蛮长的啊 啊 那创世记是 是什么 是神给摩西大致地 讲一下 讲一下 在这个之前 就有两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 两千五百年 这个内容 是大致地给他讲一下 摩西记录下 大家一定要搞政府 记录的是什么啊 就是记录其他的事儿 记录的是 以色列民自己的事情 啊 那是什么 这个摩西这个扎世子摩西 摩西和以色列民共互经历的事儿 那摩西要带领这一百二十万人 然后一百二十万人 一百二十万人 不是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也有很多事情 一百二十万的人 能够把上的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人 就不能把上的加在一倍 也就一百二十万人 啊 这么多的人 那摩西在记录这个摩西记录的时候 讲的他们这个事情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是摩西和以色列民共互经历的事儿 摩西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 来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再讲这个话 那摩西记录这个内容是什么 他不是为了我们 我再说一遍 他不是为了我们 但是神是说 他写这个内容是今天跟我们说 但是作为摩西本身的这个想法 他是什么 是讲他们自己的事儿 以色列民自己说 神是怎么带他们 怎么拯救他们 是讲这个故事 那摩西他得有 他得要有一队的威信 可占领这一百二十万人 那如果说摩西 在讲出来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叫编小说 你明天悟地的乱说一通 是以色列民根本就没有经历的事情 那以色列民怎么样 会怎么说 摩西的想到夸发集团 做报告呢 是吧 然后以色列民会怎么说 摩西啊 你太辛苦了 太能分融了 会不会这么说 所以说摩西的经常回顾他们自己的事儿 神是怎么拯救他们 所以说第一点是 回顾神通过摩西降十灾给埃及人 是不是降了十灾啊 说埃及记者七章到十二章里边 一共是降了十灾 给谁啊 给埃及人 为什么要给他们呢 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里面很好用 也不用说今天有工资 也不要说讲待遇了 是吧 也没有什么 这么多高的工资 多高的待遇 有个吃的就行了 这不很好用啊 所以说他们就不让他们走 但是这个时候呢 通过摩西降了十灾给埃及人 然后才他们放他们出去 说这个十灾是 以色列人民亲眼看见的 第二点 神让以色列民 安然离开埃及 并携带了所谓的财物 啊 通过这个里边记录了 神怎么让以色列民 本来是不让他们出去 最后很顺利的出去 人家问他们要什么 给什么 所带着许多的财物 啊 第三点 明星所记录的五经 针对的对象 一定记得 针对对象是以色列民意 不是今天在座的各位 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中国人 他要忽悠我们很好忽悠 写个小说就随便写的 就像我们西游记一样 是吧 你也不要有什么自食依据 啊 他写这个什么 是针对以色列民说他们自己的事 是 就像夫妻俩的闹车啊 是吧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说这个内容呢 是他们亲历的一切 没有办法虚构 因为摩西给以色列民讲 讲神是怎么拯救他们 那以色列民他是一定是亲自经历的 这个事情 只是把这些事情 用语言表达出来 然后写成的书叫 出埃及记 是这一个内容 说说有没有办法虚构 没有办法虚构 这个对象决定了这个事情是吗 没有办法虚构 说说这个 出埃及记 内威记 民族记 生威记 这个所有的内容 一个字都不会虚构 一件事都不会虚构 说说它只能是事实 但是我们在过去在讲的什么很多的时候 通过考古发现 效不效炒股 我们只是射身出地的想一下这个问题 就知道 这个 根本没办法虚构 他对对象决定了 模式根本没办法虚构 不能偏油 简单的说 那么我们今天一起分享一下出埃及记的十四章 我们通过一个章节 然后呢 我们呢 就了解一下这个内容 啊 我们进入这个章节里边 那我们再再看看 这个摩西是怎么描述这个内容 在这些十四章的一到二节里边 一到二节里边是什么内容呢 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是吧 啊 神 耶和华是神 小裕摩西 告诉摩西 告诉摩西说什么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 回来 不要那么走 他曾经说 他走的路不是这个路 是吧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 安营在比哈西路前 利多和海的中间 对着巴黎细分靠近海边安营 啊 这个时候是神什么 说你转回来 不要走那走 啊 怎么走 这是神告诉他摩西 不是摩西自己选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地方上看一下 是吧 这个图是这样的 大家好好看一下这个图哈 是吧 以色列人 我们从初爱记记十三章里 就知道 从兰赛 然后呢 最后从什么 苏格 从这个地方出发 啊 兰赛和苏格又从兰赛到 苏格从苏格这个地方出发 是吧 我们看一下 这是目的地 在迦南地 在迦南地 人要可以看不出地方 是这块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苏格这个地方 要走 正常的情况下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任何一个人 我们选路 也不可能 靠海边 是吧 我们一定会从这走 一定会从这走 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 没有海 直接就可以从过来到什么 埃迪 到这个什么 迦南地 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神怎么说 摆回来 不要那么走 摆回来 你们在迪哈西路这个地方 然后本来是不用金座才 结果是什么 摆回来后 就住在海边了 海边安营 是不是自己可以找个麻烦 那摩西能不能这么选呢 他不可能这么选呢 要自己选的话 肯定是通过 把目的地 就是到头目的地 进行的 这是呢 转回来到 迪哈西路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 为什么这么选 我们再看 往下再看 神告诉他 告诉摩西怎么说 法老 因为这么去管回来后 结果就有了 结果有什么 法老并说 以色列人在地中扰迷了 本来就直接可以到迦南地 结果有法后再走到改变了 法老就有个错觉 以色列人在地中扰迷了 碰也把他们困住了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神说我要是法老的心刚硬 谁呀 神要法老的心刚硬 神不管他的心 然后他要追赶他们 法老要追赶以色列民 这个时候我就有机会了 结果以色列民就等一会 钓鱼的鱼耳一样 然后呢 因为以色列民站在海边了 法老就已经错了 我便在法老国 他全军身上得荣耀 然后由于这个在海边 才有机会把他们淹死 这叫得荣耀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把他们淹死了就知道 就我们中国人常说的 冰子是窃打的 就知道 他说我是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民就这么行了 有人告诉法老说 高老埃及王说 百姓逃跑 法老和他的臣父亲 要百姓变心 我们从以色列去服侍我们 这是做什么事呀 我们干这什么事呀 这个事干太笨了 是吧 就是这样吗 然后说法老是怎样 然后这个上一把山了 把他们追回来 那里就给他消灭了 然后带着桌上 因为是一把是吧 以色列民 我们看圣经就知道 以色列民出来也不是说 咱也不带着 他们也带着 刀也带着剑了 这一切是能够打赏了六四万 三千五百五十人 那埃及人要追他的时候 人少了行吗 大家都看出来 你这个名字是否挺能正当的 挺敢干的 是吧 再次呢 再次呢 法老就带着六百辆侧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 六百辆侧选的车 不是能破车 每辆都有车边长 不是一个车上就一个人 他都有头啊 一个车上都有个头啊 一刀法是埃及王法老心刚硬 他就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 说埃及 本来过去就老老实实在下边干事 这会儿走的时候就看他脖子跟起来 然后硬的不断 但是 法老一看他们很生气啊 这帮家伙原来那么老实 到最后很那么用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说法老一想起就 就碰出来 埃及就追赶他们 法老一切就马去 赛了马兵与军兵 就在海边上 靠近笔花去弄 对着巴黎细分的这个地方 在他们埃及的地方就追上了 那是追他们 都是追他们 都在鼓张 是吧 你看这帮家伙跑迷了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来追他 所以他会怎么样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 寂寞看见埃及人 想来就胜就怕 就害怕了 害怕后怎么样 就开始埋怨摩西了 就摩西说 是吧 难道我们的埃及没有痕迹 你帮我们弄到看 你也在这儿死吗 我们的埃及 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交让我们 因为我们要扶持埃及人 最起码有次有车 对不对 因为扶持埃及人 比死的痕迹还好 你不是个烂活的吗 是吧 虽然活的不怎么样 但是他被烂是活的 但是你现在到这个地方怎么样 追过来了 强不得喊 后边追尖我们怎么办 你 那些 对白天说不要激化 看神怎么 想他们 这 特别是这一讲了 但是摩西心里有上去 我 这是不是心有成竹了 没有啊 我们再往下看 15节16节怎么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 哀求呢 那摩西有办法 要是有办法呢 还用哀求吗 他记得哀求就是怎么样 那就是用今天我们的祷告 神哪 我怎么办呢 后边追工来了 全都是喊我 我没过不去 这反正时候开始闹了 我怎么办呢 他说 你告诉我怎么办 然后 神怎么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那摩西怎么说 我不听你 我怎么办呢 没干嘛 然后神告诉你 你吩咐以色列的人往前走 摩西不知道往前走 前面都哀呀 是吧 我们不跳哀呀 然后做个方法 你举手向海伸杖 你举手是吧 那是那个棍吧 是吧 现在我们说他的杖 那实际当时 不就是棍子吗 这样平常的棍子一样 你举手向海伸杖 像巴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 下海从主干地 摩西他知道这个 这个状态有这个作用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人一下就知道 神一下给他指的水灵露 你像喊仙章 他喊分开 那是分的没有 从来没有分的 这个状态有这个功能 是吧 然后呢 这目的是什么呢 我要是埃及人心刚硬 神说 我要是埃及人心刚硬 他们就丁着下去 我要在法老婆 他的权钉车辆 他钉上得荣耀 那跟了下去以后 把他们淹死 就得荣耀 你在法老婆 他的车辆 马钉上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埃及荣耀 就知道丢着这天 这个时候 他们也知道我厉害 是吧 这个是 当时 这个神的 所有的这个将 我们通过这个内容 我们感觉什么 不是 那些想什么 所有的这个过程 还有什么方法 都是神告诉他 神告诉他 所以我们看见的是摩西 看不见的时候 摩西 摩西在一起的还有神 他说神 是个灵 别人看不见了 就被摩西俩的 做人 就是一堆一堆功夫 所以这个内容 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正常情况的时候 摩西不可能选这个路线 因为这个路线 不是正常的路线 不是正常不正常 正常走不空的路 这是神怎么说 你正常去找我 啊 那我们正往下看 十九节 到二十二节 在以色列营营前 行走的神的死者 啊 神的死者是天使啊 天使原来是在以色列的营营前 给他们带路 然后在十三章里看到什么 白天有什么 啊 民主把太阳遮住 不要晒他们 晚上有火柱 给照亮他们 啊 他们日夜兼程可以这么做 但是这个 这是什么天使带着 那这个神的死者是什么 本来在营营前行走带着他们 结果呢 这个天使呢 转到他们后边去了 云柱 也从他们前面 转到他们的后边 另一路了 这个云柱呢 从他们前面 又到他们后边 那后面 为什么 在以色列营的后边 这后边是什么 是不是埃及的精兵啊 然后呢 从这个云柱呢 从他们前一边 走到他们后边 走到中间了 那这是什么 这个云柱 那后边是以色列 那是埃及人 飞兵 那前面是什么 以色列人 然后这个云柱 我们再看一下 在他们后边内住 就在这个以色列人 没在后边内住了 那埃及营 或以色列营 中间有云柱 这个云柱 多大的云柱啊 一边是黑暗的 一边是发光的 也就是从这开始 后边是黑暗的 看不见 那这个埃及人 能不能看以色列 看不见了 那我们想象一下 那这么大一个东西 放那个地下 就在后边看不见 那就像一个墓坡 那是多大的墓坡啊 但是现在是什么 不是墓坡 是一个营柱 把他们往一条分开 前面是亮的 咱们看一样 后面是黑暗的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 讲神话故事的吗 大家想不想这个问题了 摩西斯讲的这个事情 是以色列人 他们经历的事情 他在讲的 出埃及记 就像今天我们在讲课 他在跟他们一边 在讲 我们是不是刚才这样 你看 对啊 阿们 阿们 不是这样吗 一边黑暗 一边发光 冬夜两下不能接近 不能相近 摩西向海深掌 耶和华 又变成大东方式 海水越飞去 水便分开 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 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强岩 大家想想 这个是海啊 海呢 在以色列人中间 后面两边是什么 形成了高墙啊 就像冰块一样 冬住了 但是当时是冰块吗 不是冰块 它是水利出来了 啊 你再想想 这个事情 如果说摩西 要在今天跟我们讲的话 他怎么平均都行 因为我们跟摩西距离多了 三千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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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们只能讲 我们怎么听 但是他讲是什么 讲给以色列人 我们是不是这样 被救了 所以说这个内容是什么 是以色列人亲眼看见 的确这个两道的水不动 禁止了 这就是有一次事情 但是我们看得过去看得出什么 我说怎么 一幕来看 你咱都不科学 以为科学高于一切 所以我们看这个内容手机 就叫做什么 当着神话故事看 但是这是什么 我再说两次 摩西讲他们自己故事 讲以色列人 我们当时是不是过了海 是不是要走干地啊 两边是不是水就 立起来了 嗯 如果是冰块的话 那这个ID人在追他们的时候 这个冰块是 能无法化吗 他能这样啊 但是很快就给他们淹死了啊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带着一个什么感恩的心 好 我们今天带着大家一块去过着红彩 一块的看 是吧 大家好一想这 是吧 埃及人 追赶他们 把了一切的车量 而某器车量和某兵都跟着下到海里 到了成功的时候 天亮了 耶稣华从营柱中向埃及的 军兵观看 是埃及的军兵就混乱了 很熟同学艇 在这个车箱里 向里面这个车我都在工作 这境下就有象徒 这是 实际的 普正 林自从警方上 林辆 撞落了,挺俏量的,刚刚出港的车,这个时候呢,神这么一看车轮就掉了,这是人干的事吗? 什么时候这样掉了?金车,这不是什么豆腐大都城出的。 你意识清楚,一个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了,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为他们,为谁?为以色列面,开始攻击我们。 耶和华对摸线说,你向海深藏,掉水仁慈在埃及人, 用他们的车辆满轰身上。 你带上这个帐,海深藏身把这海拔开了,现在一身后,怎么夺上了? 吓死了吗? 跌倒起来,不是一个地方了,这是独厉害的。 联系向海深藏,到了天一亮,潜水就能复原了, 埃及对水逃跑的时候,赶快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把他们推倒在海中。 潜水逃跑的时候,就是推进去了。 推进去了。 水逃回灵,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军作以色列面下海的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都没剩下。 谁说的事啊? 是不是以色列亲眼看这帮人,才给它淹死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能虚构吗? 想想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什么? 就站在那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想想这个内容是什么? 上帝基地。 三十多三十一节。 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的人, 剥离埃及人的是什么? 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的死尸在海边上。 是吧? 看见了。 大家从来看, 以色列人不是把摩西看见了。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飘在海边上。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像埃及人所行的大事, 就敬畏耶和华, 请信徒他的仆人摩西。 开头不服气啊, 就摩西人还酱嘴了。 什么? 满眼摩西呢? 这个时候,你才怎么呀? 你爸爸真有个神啊。 这个神真有能力啊! 我们想想这个水能够变成墙园能够嫩起来 而且下面走干地 大家说的各位 我们在下海的 有没有人下过海 在海底边就是把水沾干的时候 这么下面有石头 一呼哇哇了 但是一生里面走过去怎么样 走干地呀 想想这是神多大的能力 而且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他们亲历的亲眼看见的内容 不是什么 不是摩西自己的兼顾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们刚才看着拽记了十四章 十五章的时候 全部就是什么 摩西带领的以色列民开始赞美神 那十五章怎么说 十五章的一刀六节 那是摩西 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 向耶和华唱歌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头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四哥 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占领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重他 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法老是这两马的军兵 耶和华 一抛在海中 他最后选的军长 都沉入洪海 深水淹没他们 他们如同石头 碎在深处 耶和华 你的右手施展能力 显出荣耀 耶和华 你的右手 赚碎 土地 他们都发生 沸腹的这种歌唱 这不是把摩西 这我当时摩西就做了 他就接送他们 那是什么 跟以色列们一块的接送 想着他们不是过的洪海 也说过个小时 说 那些在上面什么 我们过洪海 什么一件事 那以色列你怎么做 你怎么说是洪海 但是到今天为止 你在里面 并没有相信耶稣 但是他们说什么 非常静动摩西 所以他过去有三十五百年了 但是他应该静动摩西 为什么 因为摩西是一个 说了算术的人 说的都是真话 摩西从来不说话 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威严 大家想想 通过这个内容是什么 过洪海这个事情 我们看一看这个情景 能不能虚构 这没办法虚构 我再说一遍 他们的对象 这一遍的对象 决定了他 根本无法去够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吃马拿的事情 吃马拿世界的真事情 说爱第七的十六张 是吃马拿 十七张是什么 常义是出水 那我们再看这个马拿的时候 我们过去一看就是这么难 就像年轻的怎样 就说了 然后呢 就是那个小板下 这个马囊我们一看就过去 很轻飘飘的去看一下 有的甚至都没有仔细看 但是这个马囊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就往下去以后大家好好看看这个 这个16档的事 16档17档 那每个人每天吃多少有数人 每天要吃一个什么 有个单位 这个单位是什么 是一五个名 这是以色列民这个单位 那这个单位是等于十分之一的一法 这个一法是什么 是二十二升 二十二升 但是十分之一一法是什么 二点二升 大家知道一立法米 黄川高中是一米 就一立法米 这一立法米是多少 一千升 一千升 那每人每天吃二点二升 这个 一法 一法二十万人每天吃多少 两千六百四十立法米 吃这么多就满了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知道 五十立法米是一个车厢 是一个车厢 一个车厢 我们叫什么 叫一个车厢 那这个二千六百四十立法 等于说五十 差不多五十五个车厢 五十三个车厢 五十三个车厢 这个就什么呢 周一到周五呢 那叫圣经里面记得周一到周五呢 每天只能喝 不要多难 多难后第二天就会变臭 生虫 周六的这个是可以在礼拜天吃两天 周一到周五是每天是够一天吃的那种 周六呢可以吃两天 就是到周 礼拜日的时候 安息日 不干活 所以说呢周一到周五的这个配方 我周六的这个配方是不是不一样 那周六可以放两天 周一到周五只能放一天 怎么样 吃完的话还可以还可以吵架 还可以打架 还可以跟他战杖 挺有劲 四十年都这样 这么什么营养很均衡 他们吃完后有没有听说得吃得猛呢 吃完后肚子难受了 还是什么闹肚子 或者各种各样 有没有这个情况 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季度 这么什么吃完后呢 哎 营养很均衡 那我们看就是这样 我们一个车厢 就是这一个车厢叫一个车机 是装五十地方 五十三个车厢 是不是很长一个专列 啊 很长一个专列 说到这个内容是什么 这个马拿吃多少年呢 四十年了 是吧就像这个专列一样 吃了四十年 以色列人们是什么 当时到埃及的时候 到旷野的时候 他没有别的吃点 不是他们拉的什么大车 小量的拉的很多的 大米什么 各种这样的 当时四十年了 在做这位 在那四十年的时间 所以他一定都吃的 吃的什么就什么 一样骨的这个 后来又骨的骨骨 酱骨 你像酱骨一样 吃了四十年的时间 而且你拍一个专列 是多大的量 四十年的营业 在做的各种 这件事情能造假吗 以色列人们是亲自他们吃东西 而且后来是什么 神在这个在建这个账目里边 按照天上的形状 在地上建的这个账目 他在里边 在这个 法座的旁边板着有个罐叫马拉罐 是吧 为了纪念这个内容 和专门给他罐里边 还是放这一罐就马拉罐 所以他们这件事情是什么 能做假的 没办法就行 因为以色列人们天才吃的那些 而是 什么 摩提讲 讲给他们这个事情 看看我们怎么样了 放下神 让我们恶毒了吗 没恶毒 所以当然说吃肉 他就叫安城 然后呢就 追过 这种 神想着多么的毒道 毒道 这以色列人们怎么办 那圣经怎么结果 我永远 把你背在我的翅膀上 说是那么的爱他们 说这个故事明天真 那么的 造假 故里造假 因为这四十年 说必须要吃东西 表结一下 这个不是马拉在旷野 只能是死亡 才是以色列人们怎么样 这不是造假难地的吗 这不是造假难地吗 什么用事 说明什么 那一定吃东西 吃什么东西 这个上面有记录 我们想想记得没有 是我们今天造这个马拉 你才做一个车骑的话 在做这个作品 我们想一下 今天南部有美国人 是吧 在美国的 那美国如果有造马囊的话 那我们可以 使用什么方法 怎么调出来行 但是全世界也没有 就是我在那装 我也没有 每个人没有 在全世界也没有 但是当时的马拉 从天来降下来 这个 那是怎么生产的 叫吞下猪都 都一样 但是东天会下天 这个温度不一样 这个马拉 是不是这东西也不能一样 在想不想一想问题 所以说这个内容是什么 独自这种武大事件 但是我们过去看 这个什么 一般的过程 所以论和结论 第三部分 所以论和结论 第一点 农西武兵中的所有的故事 由于是摩西 为了回顾 神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 脱离埃及法老之所 是他与以色列们 共同经历的内容 这个特定的对象 决定了 无法虚构 他讲他们自己的事 他没办法虚构 这些是真真切切的 解的事实 因为我们今天中国的话说 反而必须的事 没办法虚构 我们就想一想 在这怎么虚构 其实我们身上的故事 是真实的 那么其他的故事 我们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神的能力太扯了 通过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摔西纪十四章 十六章内容的时候 我们一想到 神是多么多么 说他有必要造假吗 你又不要造假 这就告诉我们 圣经是真实的 神是真实的 最最关键 神是具有人们 无法想象的大能 这无法想象大能 不是用我们老是用科学来判断 这个科学不科学 不是这样 所有的内容 我们就想一想 这是什么 怎么太有能力了 第二点 我去带领以色列民 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是神与亚伯拉哈的约定 这件事情也不是他们出不起来的 神临时就想起来 就找一个 我去领过带领他们出埃及了 不是这样的 他说王天的计划是什么计划 王天的约定 是神与亚伯拉哈的约定 从在经历了多长时间 635年的时间 我们好好听一下 是经历了635年的时候 就是神和亚伯拉哈的约定以后 635年后 通过 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摩西带领是这件事情 所以摩西人说 它是一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是 635年前 或什么 看你一件事情 换句话说 是在成就635年 神的预言和承诺 这件事情是为了成就这个承诺 原来是神答应 亚伯拉哈的事 现在成就了 这三条 苏埃及十二章中 苏埃及十二章中 击杀长子的时候 以色列人 阴着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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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 的 血 天使就约过去 免遭 击杀 就没有击杀他们 这是预约的记号 啊 就是明媒上和门矿的某 表示的 就是 那个 击杀长子的这个什么 这个天使 一看有这个计划 他们就免死了 这个记号就是明神正白 但是这件事是什么 在1500年之后 那种约给你耶稣出生 原来约结的这个 因着高阳的血的事件 是比喻的玉体 大家看看 玉体 拿这件事情 作为主义的玉体 因着 耶稣成为了这个主义的时期 啊 因为有着这个玉体呢 耶稣最后说 我们说耶稣是盖罪的高阳 啊 就像他那个高阳一样 所以这件事 说一句 这个 击杀长子这个事 用 抹着高阳的血 在门上抹着高阳的血 结果就躲过去了 但是这个高阳是什么 真正能够拯救 拯救我们的人是谁啊 这一度 但是耶稣为了这件事情 牺牲了 他说了什么 因为他的牺牲 变成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们有了生命 当然我们会想起来讲 所以呢 这个呢 原来这个事就比喻的玉体 那耶稣就是这个 这个比喻的时期 在整一本圣经的 这个记号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记号 是吧 这个记号一词呢 你一共出现了19次 这个记号在整一本圣经 如果出现19次 在创世纪中就出现了5次 大家知道创世纪到今天有多段时间 创世纪录这个历史 到今天在座的各位 难道这个地方是 6000年的历史 这都很赚这些时间 在创世纪 这个记号这个词就出现了5次 第一月中出现了3次 我们查看下 路加福音2章12到15节 啊 2章12到15节 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 我们往伯利恒去 看看所成就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阿们 一个婴孩 在这马巢里边 那就是记号了 什么记号 拯救的记号 看这是什么 这个记号那时候天使出现了什么 都是为了什么 哦 是原来约定好的内容 啊 这个人是什么 整个耶稣就是这个记号 那我们再看 这四点 你耶稣升天之后 已经两千年了 今天来到这里的 一起听课的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想过 这就是神的护照 是天使的带领 大家今天能来到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神的护照天使带领 是耶稣的在线 啊 是耶稣的在线 其目的就是为了赐定我们永远的活份 如今这个记号要印证在我们心里吧 不是简单的那个内容 但是这个内容是不是有点深呢 我今天把这个枪抛出来 大家有这个概念 现在是什么 要把耶稣要放在我们的心里吧 这个记号也记得我们心里吧 各位弟兄姊妹 要不要刻意用这个记号 来迎接战灵的主 主耶稣的成为 迎接主耶稣的人 这个记号 耶稣曾给了 说明 这个说明是什么 约翰福音 十一章的 二十五到二十六 先读出来读下 约翰福音十一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者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阿们 这个是分两个部分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会复活 那就指那些门徒们 是不是他们是信耶稣的人了 死了后他们会复活 但是后边二十六 再怎么说 凡活着信我的人 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那这个话 这个说的是谁呀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的人 永远不死 这是指什么 就是永生了 但是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马上信 走我们信 但是我们通过 今天的故事是真实的 那神答应我们的字 一定是真实的 所以大家呢怎么样 我们呢 一定得耐得性的 所以今天讲这个内容 虽然是通过两个故事来介绍 整本圣经是真实的 这个神 圣经叫故事是真实的 圣经就是真实 那圣经里边说的这个神是真实的 圣经对我们的约定有个真实 但是怎么 回复到我们的心上 我们怎么样 就把这个记号深深地 站在我们的心板上 啊 所以怎么样 大家呢 不是往今天听一下 我们对什么 对系统的听 啊 系统的听 我们一定把这个内容会讲的 非常透彻 所以大家呢 要把这个时间留出来 非常值得学习 我们在学这篇圣经的时候 不是学你们的知识 也不是简单的什么 技巧 而就是什么 照整个方法 说这个命令是什么特别重要 说我们怎么样 一定要 一定要 把这个时间留出来 啊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全身心的 然后呢 先在线上打高 然后再会做一下静静的 然后这个话语一点 应该就弄没明白 啊 所以正本圣经讲的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门知识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 所以我过去我们学习他们呢 完全一样 说这个内容非常深 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个内容呢 简单的讲一下 然后我们一会儿会细列的讲 正经的电视讲 来